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新菊 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奇奇哈尔 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 应该过着儿孙绕夕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 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有请 欢迎您 阿姨 您慢点 您慢点 欢迎您 阿姨 我总看这个节目 总看呢 我总看呢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 您叔叔阿姨 叔叔您好 欢迎您 欢迎叔叔阿姨 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淑华 我是从黑龙江省奇奇哈尔来的 我来找我儿子 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五年了 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儿子多大岁数了 27那年走的 32了 怎么回事 为啥要走啊 他大学毕业之后 给他分上班了 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 分到那里了 找着一工作 人家给分的 分那块之后 头三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 工资是第一点 完了他就来去 就不干了 就下来了 先挣钱少 下腰那个创业 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 我支持你 干啥呀创业 回来跟我说 我要做黄门鸡米饭 和那个二货板面 开个餐馆 开早餐 门着房 也贴有要出租的 有要出租的 我说就问他 我说你打电话 问问看租金多少钱 咱能能是何了 他就打电话问了 一问毛坯房 没装修 那个就要15万 要15万一年 我就问完的 我说你看看怎么样 咱能能挣回来 这个15万 咱的工资票盘 还得买一些 制一些 交通工具还得制一些 还得装修呢 装修啊 我说装修 咱简单的装 我说你看看 咱这钱怎么样 能不能挣回来 那够呛 一开始啊 都得往里赔钱 最后才能挣钱 哎呀 我说儿子 咱都往里赔钱 因为有钱 就能赔进去 你看他刚大学毕业 四个孩 我供了俩大学生 你说我手里 能有多少钱 哎呀 我说那个要赔钱 我说餐饮这玩意 我说我可值得 这要说是往里扔 百八十万多都容易啊 我都不敢说没有钱 完了后来 我弟弟说的 大姐你快看 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哦哦哦 电台招工 你看看 让王厨去吧 我说电台招工 挺好的 我就拿他毕业证 我就去了 报名去了 我到电台去 我先问 我说你妈 这招工招啥样 那个规格的 我说你看看 我儿子行不行啊 适不适合 他一瞅个毕业证 大学毕业 崩科生 大学毕丰崩科生 我说行 给我儿子报一个吧 报一个回家 我就做了思想工作 我说儿子 电视台招工的 你去呗 我不去 我说你去吧 这馆展是个 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 我说你看 你都二十七了 一转眼就是三十啊 过了三十 去媳妇的不好取了 我说啊 人家要是不是 跟你接受个对象 说哪上班 电视台上班 我说你看多好 他去了吗 第二天完了 又去添那个表嘛 那次是招两样 有记者 有编辑制作 我俩去了 当着天地编辑制作 哎呀给我乐得 我心乐 天地编辑制作 真适合他 他有点内向 十三号 天地这个表 到二十三号 领这个总考证 人家摆制作 你总考证 拿着给你 放到桌子上来 放到桌子上之后 他走了 等我回去 我一看呢 那那什么呢 个桌子上 我发现一个纸条 嗯 先让我出去 找地方混饭去了 就这么几个字 我出去找地方 混饭去了 哎 完了我就上东西 找 哎呀整整整整 双肩包也没乱 习数东西都拿出来 还拿啥了 身份证是啥的 她的那个身份证 业证是啥的 都带着了 哎呀我就 马上给她打电话 一打电话不接 不接我就 刚咱们这个三个女儿 我说您老弟不知道 上哪去了 你们给她打电话 看看 她三个姐姐给她打 也不接了 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所以这一走 出去说找工作 混饭吃了 哎 就给你留个 这几个字 五年没回家 对 对 儿子王叔春 离家的时候二十七岁 上过大学 受过良好的教育 跟爸爸妈妈姐姐们 关系也都很好 可突然间留下纸条 离家出走 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父母慢慢回忆 从小到大的过往 母亲猜到了 儿子离家的原因 挣钱心切 因为儿子 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 看得很重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住的平房 七家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他是瓦匆 做的 干瓦匆活的 干瓦匆活的 您做什么呀 我这就孩子小 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 哪样合适挣钱 我就合适挣点 挣点小钱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 特会过 特会过的是 节约用钱 节约用钱 有的时候我就 进眼儿逗他 我说儿子 今儿中午没有菜了 咱买点菜吃一下 不用了 就这样混了一口吧 就从小时候特听说 我就在外边 就这么出摊 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 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的 我在集上 买回点水果放的 我要不吱声 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 你看吧 一个都不上 还在那儿放 不舍得吃 不舍得吃 我回来我问 我是儿子 给你们买点水果 你哪不吃呢 那你也没发话呀 这么听话 老听话一个不得动的 我说你看我买回来 不就给你们吃的吗 我说你吃没有再买的 再买呢 你也不能老花钱 都懂事 都不花钱 不用你直接说 让他省钱呢 我都宠着他 学校买那个资料啊 有时候他都不买 他本一同学的 借了他抄 回头省钱 他使这个本 正面使完了之后 他翻过去使 都中学了那个本 我说儿子 你这还使两面呢 那使完一面 那愣了我摆下来 我说别那样啊 我说你别影响于别人 你没有本啊 我有本 有 不舍得使 不舍得使 你说你怎么办吧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稍微是差点 稍微差点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 你看爸爸妈妈 干活挣钱都辛苦 心疼你们 所以才不舍得花钱 对 对 对 我那时候出台 跟他们赶紧 起早 起早走 他还回来 在外面干活 大冬天 我们是东北啊 它冷啊 赶紧卖那个 针织 卖仙仙裤什么的 我们就赶紧 往回来的时候 到离家就 四十多里地 都坐人家三轮子走 到家之后 下半夜两点 洗衣涮涮在睡觉吧 没等睡觉 那边车又来接 我们就走 回来的时候 他睡着了 等我们再走的时候 他还没醒呢 等到晚上再回来 他就问我 他说的 那个 妈你做还没回来啊 我说回来啦 那我这没看见你 我说我回的时候 你睡着了 等我总是 你没起来呢 完了之后 赶紧回来了 我就在那块查钱 有个五毛钱 他说给我们吧 我说给你们吧 我就给他了 老姑你回头 心想妈 你再给他一毛 那这五毛钱 三个分不开 再要一毛 我说啊 你等着啊 完了回头 看着我手这个 动力都挑白一层了 他老公说 妈你手咋的了 我说手动的吧 他跟前瞅了 完了之后 我儿子把这钱 给我送过去 妈呀 这钱晚安不要了 我说咋不要了 你挣钱真不容易 我说再不容易 我说不差你们 这两个钱 不要了 说还不要 往后安门零花钱 不能乱花钱 儿子王淑春 从小到大 亲戚 朋友 同学 包括教过他的老师 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 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 这让忙碌的父母 也感到很是欣慰 再加上他从小 省吃俭用的好习惯 从不乱花钱 父母也一直觉得 儿子这是懂事 是好事 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 父母都觉得 儿子真有出息 将来的生活 工作 一定不用愁 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 一向听话的儿子 再一次因为考虑钱 做了一个 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 四年本科 那不错呀 学什么呀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这多好啊 我好 大一年晚了 我大姑娘的湖南呢 妈 你待我老爹上 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 我说行啊 开学的时候 他直接上福建 我又在这边 就回黑楼江了 湖南里得也近 从那儿去福建 是 完了我去骑票去了 从哈尔滨岛车到衡阳 这个车票不好买 这个不好买 完了我说那不好买 咱们从北京岛吧 完了我就从骑哈尔 买到北京这儿的 北京啊 老姑娘那个时候 就参加工作了 她就 就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小姑娘大学毕业 在北京工作 北京在一场 她实习的时候 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 留在这儿 然后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 住这一宿住坏的 咋了 这姐俩一伤了 说她这个奖来 她不好就业 不要了大学 哎呀妈呀 我说儿子 你要不要 那怎么办呢 咱都到这儿了 我说你要再考的话 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对呀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 这个是不是冷了 对白浪费了 我说你这件书 和下件书都不一样 你输于从学啊 心里能有把握啊 不我整个我心都没底 你说外医生 是考不如这一时候 也受遗憾了 没事 没事 那就退吧 那头退了 等于您就依着她 就让她退了 是啊 你不依着她 她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哎呦 达到她的心愿吧 等于这一年 大学白上 就是因为她商量 觉得以后不好就业 挣不来钱 就怕不好就业 就怕挣钱少 就怕这个 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重新念的 念了一年之后 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考的怎么样啊 这回比那回还多二十多分 那不错呀 真不错 真不错 她报的是城市管理 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这也不错呀 那这个孩子这么 注重这个 经济方面的问题 那他上大学 这个钱可能就 需要花的更多了 那他有没有什么 勤工俭学什么的 有几回都是 放暑假了 他不回来 告诉我 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 我回家吧 还花一份路费 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 我在这家打工 你学校等到放假之后 人家不就疯了吗 对对对 除了打工 上一天饭店找个 传菜园的活 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 你说 其实他咋的呢 他要买电脑 他不说 想买台电脑 他想买台电脑 他刚刚这个暑假期 完之后告我 妈呀我挣钱了 我想买电脑 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 我要给你钱呢 家给你钱 我说你挣的钱 你个人零花 往我去给得 拿钱给他买电脑 这四年又念下来了 念下来之后 我们说这就分了 我就说让他上 那个电视台这个 那工资低 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 他这个衡量 他说也就是 两千块钱左右吧 我说管两千三千 我说你到时候 你考过公务员 你是正式的 你有稳定的工作 不是吗 还是钱少 就想钱少 我说你一千挖个井 我说我刚参加工作 那工务 一天我挣六毛钱 我都安心来了 我说人家临时工 一天一块三毛包 我就挣六毛钱 我也挣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他想 他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对对对 他是想赶紧的 就上来就能挣多点 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 就说妈 我毕业以后 我的心里的希望 我一月得挣多少钱 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说过 我上南方去打工去 随便一个月五千八千的 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 你看啥成事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 我说儿子 那宝马呀 那好开的呢 我就没这么说 我说你开个宝马 你得啥时候 那攒够个宝马呀 我说我们这两个人 这岁月不摇人呐 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我说现在也 我都没法说 他的姐姐 变不大两岁 那那时候来病了 两天病 就冷了 那体根又高又绑的 什么病都没有 那是他大姑啊 姑姑 大姑姑 跟我前后院 我那时候我就心心 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 我说这是轮到我身上 我俩腿一伸 我眼睛能能闭上 我说你就这么忍心 让我就这样坐着走 瞪眼睛走 您这话操理不操 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 看这家还回 那家还回来 我就眼半眼望瞅 从大道上 从车站往回 我就站那样眼半眼望瞅 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还穿个白半斤袖 我就瞅 要是拿一个拉杆香的 穿白半斤袖的 我就看下地面 出会的站着跟前瞅瞅 好好瞅瞅 是不是他回来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担心安全 他刚愣着书本 社会经验少啊 对 再一个就急切地挣钱 明白了 刚才阿姨讲了 好多小细节小故事 其实基本上帮我 拼出了一个 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 包括他的性格 包括他的脾气 包括他的那种 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 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 五年了 很担心儿子 是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 把儿子找回来了 咱们当然不知道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 对呀 您有什么接下来打算 比如说首先 生不生儿子气 怪不怪他 哎呀 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 因为啥生气呢 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 你是在哪呢 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包马奔驰啊 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 我不是说是 把你肥得拽咱们家来 你在哪发展都行 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过得好呢我更高兴 如果不好呢 我们两个能帮到哪 帮不到哪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 不报平安 就是啊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 你们有什么打算呀 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 比如说之前我觉得 是不是有孩子怪您 给我安排 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吗 跟这有关 现在我们这顺数 连不上这个形式 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 你要是哪块肉 是稍微差一点 我们俩能帮到哪 就帮到哪 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 是安排得怎么地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今天寻找啊 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 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 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 这个观念出去走了 见着社会了 见着世面了 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 现在怎么打算面对 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这位爸爸和妈妈 来二位携手 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好 来 这边请 好 咱先站在这儿啊 老两口 咱先抬头看看 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 来 叔叔往上看 李淑华阿姨 王新举叔叔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你们在等着我荣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 王淑春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在我们的沟通当中 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 他提到 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 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侠分局民警 街道求助后 根据提供线索人称 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 南京市江苓区牧尼街道 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一次地点 进行查询走访 左转 即将左转 时候到达 师傅 那个十六洞是在哪里东 十六洞 九王府 不是说 听我讲 你要从上面出去 你问那个保安师傅 你可能要从里面走 从里面走的 这边是商业街 一门左转 然后再左转 有门位 有门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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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十六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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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洞那个 六六六六几楼是几楼 那零楼里只要上去 你从这边上去的 它没进去 就直接上六楼 就上去来 上六楼 都没回 还没回来 应该是十四 看情况应该是十四 你好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 加油 等着我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 好 下面叔叔阿姨 我们请走向希望之门 回去见一面吧 爸爸太想你了 你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沙特冰 从来丰富 你 Spanish 这种歌 从来 这种歌 也fo级 逻辑 看前看得太重啊 也不行啊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小时候觉得 省钱我挺骄傲的 你看我这儿子 从来不浪费钱 这到大了你说 这倒不是好事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在这里 我首先要告诉二位 这次的寻找结果 你们的儿子 我们已经找到了 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 他虽然 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 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 他知道二老在找他 他来了 但是他不愿意 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 他不愿意 见自己的爸爸妈妈 暂时是这样的 要不咱们走过去 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 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 来 来 上台劲 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 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 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 怕他发生意外 告诉您这些都没有 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 他有正确的三观 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 他现在在南京呢 是做一名外卖骑手 他的收入我也问了 客观的来讲 够用 肯定是够用的 他生活的还不错 现在可能晒黑了 但是身体没有问题 很健康 刚才我在后面 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 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 我觉得首先 你们到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对 是吧 不说话 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 我听到的声音 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 都是关于钱 对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 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 说他长大了之后 就想出去赚钱 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 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 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 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那他用啥不接我们电话呢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好不好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自己也都是错的 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 反正我们家话 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 我们就听了就是了 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 没人让他悠久 肯定要老头的 找班上 然后每天 就是说每周 什么什么朝九晚五 上午休二 什么上令休日之类的 多轻松啊 多好啊 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 那么 然后那个什么 不要钱少啊 那么工资啊 慢慢往上涨啊 其实就像他当年一样啊 一天几分钱 现在挣好多钱了 之类的 就受我受了他 他那个唠叨 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 从小 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 如果就是说 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 没有在学习啊 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 就会念的 天天就知道看电视 能看出啥来啊 能看出花来啊 给我钻进去算了 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 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 锁起来或把电章拉掉啊 就说什么天天就只要看电视啊 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 拉电章啊 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 有时候听累了啊 就到院子里转一转 听不到就不烦了 我们家家人不说话啊 都是他一直在讲嘛 只要出门 这每次都会遇到 碰到人 基本上都是 两人开始站起来 那里就开始聊 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 也跟着听了 这只有孩子啊 成绩在班里低啊 和这么之类的事情 最终听一次两次还好 但他一直讲一直讲 我估计他们 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听烦的 他一直在讲这事情 一直不断地讲 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的嘛 然后就特别烦了 他本身上门也大 因为回家的话 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 就有点烦 以前上高中 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自家 因为上学的话 住学校的话就不用 每天见到他 听到唠叨 耳根清静 刚过本科县嘛 就选稍微远一点的 一手回家 那时候可能 上大学 我一年到两年回自家 回家的话 出了唠叨还是唠叨啊 印象中只有出了 出了唠叨就有唠叨 冬家长 屡家短的 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阿姨听到了吗 嫌我唠叨了 嫌我唠叨的 我是为他好啊 哪有说是父母不对 哪个父母不笨得望子成龙啊 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哭吃吧 阿姨这个话 我也跟他讲过 我说你知道的吧 妈妈是为了你好 他说我知道 但是这事是两说 我觉得他这个两说 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的舞台上 其实我们遇到过 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 在我们去探寻 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会发现 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 他们最最缺少的 就是尊重两个字 你绝对是为他好 所有的人都相信 包括他自己 他非常非常地相信 您是为了他好 但是他跟我们说 当他看到那一张 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 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 他在寻找时机 他希望这一次 他可以走得很彻底 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 四年的男孩子 他在安徽读书 读了四年 大学也不错 安徽四年 个福建 还有一年 是啊 五年 因为大学四年毕业 他五年 他五年 他读了五年的书 他见识很广 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 要面临什么 但是他在孤独 自由当中 他选择了自由 我预料到他 是 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 阿姨 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 和他成年之后 长大的那个人 是两个人 您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他的感受 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 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地顺畅 我要几句话跟妈妈说 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 好像是 就在您的描述中 你的孩子就是 特别重视钱 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 有点好高骛远 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 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 但是您口中的儿子 和你儿子 阐述的这个事实 完全是两个人 我们就觉得 阿姨可能对儿子 并不是特别了解 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 我只是被母亲活成 她希望的那个样子 朝九晚五也好 或者是在电视台 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 我好去找对象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 她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 我觉得她是为了自由 我觉得她就是 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 她想要 就是自己说了算 赚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自己说了算 有一种爱叫 妈妈认为你冷 可能是呢 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 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 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 既然她今天来了 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 有些事情 年轻人的观点 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 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 慢慢地学会沟通 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 这样的话呢 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阿姨 要不我们帮您 接通儿子的连线 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可以 但是是这样阿姨 我提醒您啊 说话之前啊 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 刚才包括齐悦 包括刚才几位嘉宾 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 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 以及提的一些建议 所以咱们大会沟通的时候 转变一些方式 别在用您之前 跟我聊天的时候 或者跟孩子们 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 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 行之有效的沟通 达到这样的目的 好不好 现在您想想啊 想想 沉淀一下 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 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 阿姨 想想怎么说 来 麻烦导演帮我们 接通儿子的连线 舒春 在线吗 听得到我吗 在 你还哭着是吗 还好 儿子 妈给打电话 你不接呢 你不打妈电信你啊 你咋不接我电话呢 你二姐都来气 你知道吗 你二姐说 我也对他这样 他怎么就 你二姐跟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呢 儿子 你知道吗 到过年过节 我一看客车下来人啊 跟你个头差不多的 穿白半截袖的 你就爱穿白半截袖 我一看呢 我一心是你回来呢 我姐妈停下电名车 我上个眼看看 一看不是啊 你不能妈妈 跟你爸爸 期待你回来呀 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 是个孩子 你跟妈说 妈能不支持你吗 我始终支持你啊 苏川在听吗 我在听 你说这五年了 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 你知道吗 你二姑都没了 就两天的病啊 我都后害怕 你知道吗 这个事要是 你看咱那前后眼 你二姑你也知道 这个事我就纳闷 我想真万一要弹到我身上 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啊 外边给我好过脑 你给我个平安 我放心哪 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 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 你又不接 你老姐 你大姐 都这么找你 你不知道吗 你一走了之后啊 第二天我没干 我就上官局去了 我连去三趟啊 也不给我找 人家说是这个 孩子超过十八周 岁有隐私 不我气的你知道吗 我拿着咱家户口本 我拿身份证啊 我说我是他妈呀 我不是三包 我两包糖润的 我说跟我儿子 玩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好 好 阿姨啊 咱说半天了 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 有什么样的想法 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 他的一些想法 淑春在听吗 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我也想说 儿子啊 你听爸一句话 你走到哪儿 我都不支持你 你干啥我都支持你 我现在就顺其之言 支持你 你自由干好 不影响 违反社会规律 我一再支持你 我害怕你 到社会吧 让传销得裹进去 影响 影响社会 犯罪 我说一说 我惦记着你 我来到这 求助来 等着我的栏目 帮着找你啊 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我知道 这几年啊 怎么讲 对我妈 还是有点那个 不想接受他安排 对吧 我知道我爸等我 我多么想你啊 我多么想你啊 都表示认可吧 感觉对爸有愧疚 不过 儿子啊 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 爸看看你啊 不行 不行 这个爸是实在无奈了 找到了栏目主 帮助帮忙 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 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 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 资源者的努力帮忙 才找到你呢 得谢谢栏目主 谢谢栏目主 和各位嘉宾 谢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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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卢康 你们我们是没法找 我们没找 找不去 我爸没找找不去 好 我们听到 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 跟你们进行了对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 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 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 可能他自己也在 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 所以接下来 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 好不好 看看孩子愿不愿出现在 希望之门后面 好 来 二位 有请 好 请开启希望之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请走向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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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各位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等着我在央视频》的官方账号 暖心内容不错过 手机也能看直播 同时欢迎您加入《等着我在央视频》的央友圈 咱们一起助力团圆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金事元九夜 独家冠名播出的公益寻人节目 《等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 在这儿挺辛苦的吧 好样 来 阿姨 坐吧 累不累呀 累不累 不着急 阿姨 挺累 不着急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 也得有十多年了这医生啊 别太会赢我的 该穿 穿点年轻人 这不舍得买件医生穿呢 阿姨 我们不着急 舒淳这些年在外面 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 也赚到钱了 但是他也受了苦 他不让我告诉你 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 他不让我告诉您 我问舒淳两个问题 汪舒淳 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很少休息 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 几点出门 几点回家 大概 早上七点半 晚上要九点多 九点多啊 都是在路上跑 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对 好 我问的都是一些 这个无关情感的 只是事物性的一些问题 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 这个小伙子是一个 大概什么样的性格 他也愿意跟人交流 好 那接下来 汪博士 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 这个父母啊 舒淳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个 非常好的示范 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 和舒淳的方式是更好的 第二 我想给舒淳一个 小小的建议 我觉得原生家庭 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 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真的长大了 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 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 都让你那么痛苦 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 真正地走出过去 当然走出过去 最好的办法就是 拥抱你要的生活 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 完美的成长童年 如你期待 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 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 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 谢谢 谢谢王博士 谢谢 那些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 有时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 自己能解决解决 解决不了 那就应受了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感觉 我女儿有孩子 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封苦心 它是比较内向 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段 但是你还是要想到 有个亲情在吧 每个人他都有 已经一坎坷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倒出来 你把这些人放空 你就可以阳光了 对不对 我只希望它能开朗一点 阳光一点 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不开一点就好了吧 通过这次寻找 我们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 能够经常沟通 相互理解 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 能够明白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我离开 我要找到你 多少年不管 无论你会在 世界那一段 你要等着我 抹开了沫海 到你的身边来 我离开